孩子妈妈还活着,但要想与之见面,哈扎德必须答应一个条件,欢迎来到老提纪事,紧接上级往下看。 厚颜无耻的二老婆再次露出令人嫌恶的面孔,再次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,竟又想来敲诈哈扎德一笔, 娶了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倒了八辈子血眉,奶奶看人的眼光还真不怎样,也不知道现在奶奶是否会后悔让儿子娶二老婆,使得这个家濒临魄散。 与此同时也听见父亲对着二老婆警告道,请你不要再说出这么无耻的话,我是不会答应你的条件,更何况我们二人之间早就两清了, 我又为什么还要支付给你一笔赔偿金,没有人可以像你这般无耻,我不希望你出现在这里,否则我真的要对你不客气了,要不是看在你我曾经当过夫妻的份上, 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,希望你不要这样无理取闹,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,而且我已经决定了要与肯尼结婚了,所以是绝对不会与你复婚的, 更何况你自己想想之前是如何欺负我那三个年幼的孩子的,哪怕是冲这一点,我也绝对不会和你复婚的,因为你是清楚的,三个孩子是我最后的底线,你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,所以我也是再无可能了,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,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,我建议对你动手, 但在此之前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失去的离开这里,否则真等我动手,我就不会对你客气了,此刻的父亲试图跟二老婆讲道理,希望二老婆能够尽快离开小屋,孩子们即将放学回家了,父亲也并不想与其多做纠缠, 但二老婆明显是听不懂话的,每回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,似乎是吃准了哈扎德不会对他大打出手,二老婆再次对着父亲说道, 你想我离开永远不出现在这里也行,但你必须要支付我一笔五亿的赔偿金,钱到手后我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,否则我是不会善把甘休的,毕竟我在最好的年纪嫁给了你,结果你却没有真心待我,让我面临现在的局面, 所以你必须要对我今后的生活负责才行,如果不愿意拿出这笔钱那么我们就复婚吧,复婚也不会让你吃亏的,我是拿着那笔赔偿金回来的,我们一家人重新找个好地方去过日子,这回我一定会真心对待三个孩子,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,只要我们复婚了就有钱买地修房屋了, 无耻的二老婆无视了两个大孩子已经归来,依旧是对着父亲说出了令人愤慨的话,也不知道二老婆究竟在想些什么,为什么执意要跟父亲复婚,难道是真的看准了哈米德一家的生活现在是越过越好,所以在想方设法地赖在哈扎的身边吗,要么就狠狠地敲诈一笔,要么就永远留在哈米德家,这一手算盘还真是打得响亮, 就连摄影师都明白了二老婆的诡计,要是哈米德家现在依旧是过着一穷二百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,那么二老婆肯定是躲都来不及,又还怎么可能会想着与哈扎德复婚呢? 这个女人还是真的是闲贫爱富的典型,不愿吃苦却又想坐享其成,无耻的程度简直令人气愤,这一变的孩子正依照父亲的吩咐亲戚手足,同时脑子里也在不断地思索二老婆来小屋的用意, 估计二老婆还不知道小屋面临被拆除的风险吧,这时可千万不要让二老婆知道了,否则一家人就真的要失去安生日子了,此刻的父亲显得有些崩溃,沉默地蹲在地上没有说话, 二老婆依旧是一副强势的态度面对父亲,随后父亲再次开口对着二老婆说道,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离开呢?你难道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吗?难道你就真的把我当傻子了吗?我只是不想与你撕破脸,你却非要苦苦纠缠,我真的是受够你了,请你立刻离开这里,我要进屋给孩子们辅导作业了, 请你不要耽误孩子们写作业的时间,随后突然听见了二老婆对着父亲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,我要去告诉那些毁坏房子的人,让他们来毁掉这个地方,让你们一家人无处可去,你这个男人没有心,一直在伤害我,我简直恨痛你了,为什么不能答应我的请求?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要么给我五亿赔偿金,要么答应与我复婚,这两个选项你必须要选一个,与此同时小编也给大家分享一样自己在喝的好东西,老祖宗说得好,以黑氧黑,这个八黑氧真选各地黑色食材作为主要配料,喜欢掉发白发严重的真心建议您能坚持喝它, 而且像经常望东望西,孙子孙女学习压力大儿女工作压力大的也可以和她补充营养,毕竟这个含有核桃等十四种健康经过配料无添加,是您吃早餐的营养佳品,最主要还补寒糖,小糖人都可放心喝,现在老提有活动,平常一百九十九倒手三喝,如今只要九十九点九,同时前世卫下单的老提还额外送给您一喝,九十九点九一共倒手三喝,如今只要九十九点九,同时前世卫下单的老提还额外送给您一喝, 当初一家人的猜测也没错,可真是令人无比震惊,看来小屋会遭到破坏还真的跟二老婆有关系,当初一家人的猜测也没错,肯定是不错的, 肯定是二老婆从中做耿小屋才会遭到毁灭,二老婆这下算是失口说出来了,此刻的父亲真的是无比的愤怒,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对着二老婆动手了,同时嘴里不断地去赶着二老婆离开,警告他不要再提出这些无理的要求,手脚并有的殴打着二老婆,场面还真是令人解气,就该狠狠将二老婆揍一顿才对, 必须要让他长记性,以后才不敢来欺负孩子们,此刻的二老婆算是尝到了拳头的厉害,不过却依旧不肯离开,甚至想对着父亲还击,结果力量的悬殊使得二老婆再次倒地,打成这样了都不肯离开,绝对有问题,肯定还是巨大的阴谋等待着父亲, 没成想接下来的二老婆再次说出了令人无比震惊的话,父亲都险些放弃抵抗了,那么究竟是什么话呢? 本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老提橱窗有很多精选好物,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支持下老提,您在哪里买都是买,老提这里保证正品而且价格实惠,感恩大家的支持。